郭富城 郭富城這日來到澳門出席奢華玩具展覽 全場的焦點就是這輛私人訂製 由著名意大利賽車和跑車生產商 粗刀設計的飛機 晴晴看到都大開眼界 不過晴晴自己都收藏了不少珍貴的跑車 當中有些更加有特別意義 會不會考慮到做個展覽給大家欣賞一下呢 老師說我是從我第一次在香港開我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收藏一些車子 因為我覺得收藏車子可以作為自己對自己的一個 預後的一個給我可以看到一個紀念 對 因為你在這個時間裡面開了二十六場的演唱會 花了很多的努力去搭乘自己的願望 然後就買了一個車子來紀念去鼓勵做為一個獎勵自己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的歷史裡面 把自己有收藏的一些車子拿出來去做一個展覽 然後希望能夠給一些 一些在未來去大處全會工作的年輕人 作為一個一種鼓勵 希望他們只要有夢想 然後努力工作也會找到一些喜歡的東西 然後可以作為一個方向 讓他們大家都能夠可以去找他實力去工作 大女雖然現在年紀更小 但是醒醒就已經想好要送一份珍貴的禮物給女兒了 現在我培養我的大女兒就是上音樂 我覺得她對一個音樂都非常喜歡 所以我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我帶了她去上一些音樂的課程 她非常喜歡 所以我想希望她未來的歷史裡面 可以去學學音樂 要爸爸買一個琴 如果她真的學琴和幹琴的話 那爸爸可能為她買一個特別的琴給她 送給她 要讓她可以收藏一下 我們會不會的 我們會不會的 我會不會的 他會不會的 現在我們不願意 我會不會的 cracks 現在我們會的